特朗普回答《大紀元》記者提問 批評中共侵犯言論自由 共軍宣布台海實彈軍演 美國軍機現中 騰訊文件報公司有116個黨支部 習近平要求折約突顯糧食危機 北戴河會議定叫中共要三軟三眼 繼續強硬控制香港 北京暴雨大陸洪水南北方一起氾濫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8月15號星期六 歡迎收看疫情最前線ISAC 8月13號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 回答《大紀元》記者提問 譴責中共破壞香港新聞自由 《大紀元》記者詢問特朗普 美國將會如何回應香港政府破壞新聞自由 拘捕黎智英和搜查《蘋果日報》事件 特朗普說 我認為這樣是一件可怕、 terrible 的事 我很厭惡看到香港發生的事 因為自由是一件好事 他又說 我們曾經授予香港很大的激勵措施 incentives 因為自由 我們現在已經取消了所有這些激勵措施 香港將不可能與美國競爭 13號 中共國防部宣布 在台灣海峽和南北兩端連續組織實戰化演練 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 南海戰略態勢 感知計劃平台在推特發布信息表示 美軍一架P8海神海上巡邏機 在當日下午3時40分 出現在台灣海峽南側 正在由南海飛去巴士海峽 看看其他新聞 中共七常委躲在已超過10天 專家分析認為 按照慣例 對了 北戴河會議應該已經進入微星 日前傳出消息說 今次會議 中共高層定調要全力維護中美關係 就在8月7號北戴河會議期間 中共黨媒新華社 看出國務委員楊潔篪的著名文章 強調要維護和穩定美中關係 中共外交部長黃毅亦5號對新華社表示 要避免對抗拒絕脫勾 12號 身處美國的中國律師陳建剛 在推特發文表示 聽說 北戴河會議 中共定了新的三軟三萬政策 對美國軟 對西方軟 行動上要軟 對國內硬 宣傳要硬 對香港硬 簡單來說 就是對外屈塞 對內鎮壓 對歐美繼續貴地欺騙 對內維持高壓統治 也在12號 中共背景的南華早報披露 中美雙方目前都加強了在有爭議水域的行動 增加了擦槍走火的風險 但北京並不想令緊張局勢升級 消息人士指 習近平已經向軍方下達命令 千萬不要先開火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 姚誠在接受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時說 中共海軍實力與美軍相比踩得太遠 不單止不敢開第一槍 連第二槍都不敢開 另外 正在美國遊說的香港實業家 袁弓夷評論說 原本中共是一手硬一手軟 對香港硬 對美國就是軟的 怎料現在對香港硬都硬不到 袁弓夷說自己原本預計 黎智英將會被扣押一段時間 他們原本想要嚇香港 儘量嚇到害怕為止 但現在看來 兩隻手都軟 對美國又軟 對香港又軟 我看不出他們可以硬得去哪裡 慣用兩手策略的中共已經亂了 可能左手和右手之間 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甚麼 右手都不知道左手做甚麼 袁弓夷還爆料 美國正在與多個國家調查 來自中共高官在海外的 10萬億美元資產 計劃用在疫情賠償方面 首當其衝的是中共前黨魁 江澤民家族 預計總資產過萬億 袁弓夷解釋說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職員斯洛登 7年前你在香港當時曾經說過 中國外投資金有4萬8千億美元 通過花錢的辦法 或者直接去中國人民銀行換 他們換人民幣 就換這些外匯出來 例如當時中國要走出去 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順勢走出去 有些說要投資一帶一路 近7年來又起碼走了同樣那麼多錢 所以加起來有10萬億 2020年在福布斯 富豪榜上面 亞馬遜創辦人 貝索斯 閒聯全球首富 身家達到1,130億美元 上載富豪榜上面的 有2,095億萬富翁 財富總額為8萬億美元 換句話說 江澤民家族是全球首富身家的10倍 而中共高官海外資產 也超過全球福布斯富豪身家的總和 大陸社交軟件WeChat受到美國制裁 近日大紀元獲得WeChat無公司 騰訊的黨支部文件 包括19份黨員名單 由名單可以看到 騰訊黨委對黨員實行垂直管理 這些黨員分屬12個黨總支 116個支部 黨支部有些按部門劃分 例如社交網絡營運黨支部 運產品黨支部等等 有些部門有多個黨支部 例如社交平台報、數據平台報 微信支付各有三個黨支部 都有些黨支部是按照地區命名的 例如杭州、北京、深圳部 29份黨員名單包括7,723名黨員 但這些名單並不完整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 和其他一班高管都不在一面 馬化騰積極效忠中共 2018年6月 馬化騰和京東創辦人劉強東穿著當年紅軍服 頭戴八個帽 朝拜中共老巢延安 免懷中共打討好分田地的歷史 陸媒報導 截至2019年3月31日 騰訊有54,600名僱員 南方日報2018年引述 騰訊黨辦負責人子 騰訊已成立226個黨組織 一共有10962名黨員 工作目標是確保業務發展到哪裡 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就要跟到哪裡 最近馬化騰在騰訊業職會上說 或者有人分不清楚 WeChat和微信屬於不同產品 令不少網民覺得困惑 網友問到 WeChat不等於微信 整句英文應該怎麼說呢 亦有人嘲諷 PRC不等於中國 看劇新聞 13日美國國務院 指定孔子學院為外國市團 根據外國市團法 孔子學院若過註冊為外國市團 必須向國務院提供工作人員名單 和個人資料 並且在人員調動時通報更新 外國市團在美國購買或租任任何房地產 都要首先獲得國務院批准 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在新聞稿當中表示 過去四十幾年 北京政權可以自由開放地進入美國社會 但拒絕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 以同樣的方式進入中國社會 蓬佩奧又指 之所以認定孔子學院為外國市團 是為了突出孔子學院的性質 他說在美國大學和中小學 推廣北京的全球宣傳 並且展開具有邪惡 Midline影響的運動 孔子學院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和中國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 和宣傳部門資助的 在新聞稿的最後 蓬佩奧強調 美國希望確保學生在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時 不受中國共產黨和他的代理人操控 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 去年發表報告指出 中共在孔子學院那裡已經投放了接近2億美元 除了美國之外 15年前在歐洲建立了第一個孔子學院的瑞典 今年也將孔子學院在境內清零 看看其他新聞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兩個重要合作夥伴 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猶長國 13日與美國發表聯合聲明 宣布雙方關係將會正常化 今次協議在1994年 約旦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後 有一個阿拉伯世界國家承認以色列 而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和平 將會令伊朗政權在中東地區更加孤立 在特朗普總統的要求下 以色列承諾 暫停對部分有爭議地區的主權主張 在這個基礎上 阿聯由同意雙方恢復關係 互設領館 開啟直行 並且開展更多的合作 看看其他新聞 13日中共中紀委官網發文說 習近平已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加強立法 強化監管 要長期有效感 制止餐飲浪費行為 文章還引述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 行政法室一級巡視員 張桂隆說 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 將會研究立法制止餐飲浪費 首先被禁止的是網上美食節目 官媒痛批大衛王直播嚴重浪費食物 知名戶外燒烤直播主 小馬吃草的影片又多過平台被下架 這位網紅因為經常攀煮烤全羊 烤鑼鑼等大量食材而出名 被施為浪費的經典 微博上搜尋小馬吃草 全部美食影片都被刪除 只剩下一個關於風景的影片 中共官方突然高調倡議節約糧食 可能與糧食危機有關 12日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公佈了中國糧食主產區的 下糧收購進度情況 顯示小物總收購量比去年同期減少了近千萬噸 同比下降兩成左右 在小物種植大省河南和安徽 小物分別同比減產57%和30%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糧食入口國 中共農業部早前曾預測 2020年中國糧食實際需求量為7億噸 產量只有5億5400萬噸 相差接近1億5千萬噸 比率超過20% 在習近平發表指示後 全國各地展開反浪費運動 各地加緊宣傳 13日推特一個影片顯示 某社區的牆上面 新貼了一則反撲歸真懷念食糧票時代的標語 稱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下糧食生產不足時 推行的糧食管控體制 看其他新聞 12日北京下暴雨 網絡影片顯示北京故宮水浸 但頭條新聞就形容 水面倒影紅牆黃雅 根形容為此境自應天上有 推特影片顯示 疑似北京市場按街都是一片汪洋 網友留言問他 水浸中南海 他們不在乎不聞不問長江流域水災 現在怎樣都體驗一下CGAV說的水景風光 中南海的水面今次擴大好幾倍 風景更優美 在南方 長江2020年第四號洪水在上游形成 14號上午洪風到了重慶 官方通報洪水導致四川省大約10萬人受災 四川廣原市發生山泥傾瀉 導致一人死亡兩人失蹤 微山市幾乎全部浸曬 網傳一段影片當中 洪水沖散了狗鬥 一隻流浪狗媽媽 粉筆護身跳入河救回狗BB 用嘴擔著狗BB游回岸邊 最後看看香港最新疫情 14號衛生防護中心公布 新增48宗中共肺炎確診個案 源頭不明個案有9宗 另外有大約30宗初步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 整體源頭不明的數字 雖然每天有下肝 但累積下來仍然有不少個案 他不認同數字下肝 代表疫情已經清晰 其中一名確診病人 曾出席7月9日 旺角杜香慶回歸宴會 7月中已有病徵 但直到8月10日才拿到樣本瓶 進行病毒檢測後確診 今天的疫情最前線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守護真相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 更需要大家訂閱我們的新聞 我是Zag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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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